这是一个在地下封存了50年的时间胶囊 里面是学校的第一批学生对未来的描绘 有的画着火箭 有的画着宇宙飞船 但男孩拿到的却是一张写满密密麻麻数字的纸 他不知道这是什么 只是无意间发现远处有个奇怪的人在盯着他 一个走神后那人就消失不见了 回到家后男孩的爸爸发现了这张纸 这个男人可不得了 他是知名大学的天文学教授 秉承着对数字的敏感和对未知的好奇 他把其中的一组数字写在了白板上 一开始看不出端倪 画上几根竖线分割一下后 突然发现了问题所在 91101 不是911事件的时间吗 那后面的2996代表着什么呢 男人怀着一问打开电脑搜索911事件 屏幕上很快弹出了当年的新闻 而死亡人数正是2996人 男人有些懵 怎么回事 这可是50年前的小学生写的 当时可还没有911事件呢 男人越来越好奇 他索性把所有的数字都写了下来 然后一一在网上查阅 男人惊呆了 85年墨西哥地震 95年荷兰炸弹袭击 04年印尼海啸 从59年开始 到现在的每一次灾难 所发生的时间和死亡人数全都对上了 更令他到吸一口凉气的是眼前的一组数字 102708 08年10月27日 这不是后天吗 难道说那天会有灾难发生吗 男人想搞清楚这张纸到底是怎么回事 于是第二天把数字预言的事告诉了同事 还告诉他明天会出事 有81人遇难 而同事则是不幸 认为只是巧合 不然后面没圈起来的几个数字是什么意思 如果真是预言的话 肯定是有意义的 这可把男人问住了 因为他也没有研究出来 男人只能找到当年写这篇数字的女孩的班主任 而从他口中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 当年他收走这篇稿纸之前 女孩还在奋笔集书 由于时间关系 他只能强行收走 由此可知 数字并没有写 而埋时间胶囊的当天 女孩突然失踪了 最后他在地下室寻找时 听到有抓门的声音 打开一看 女孩满手是血 而门上也被抓出了一组数字 男人问起女孩信息才知道 他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了 没有头绪 男人只能打开电视等待灾难的报道 然而一个通宵过去了 什么报道也没有 难道是自己神经错乱了吗 男人开车去接孩子 却被前方的交通事故堵在了路上 当想点击导航切换路线 突然发现导航上的经纬度 男人猛的一激烈 翻出数字看了看后面几位数 42417120 这不正是自己现在的经纬度吗 难道说 男人下车询问前方的事故情况 得知只有几人受轻伤 看来不是这起事故 但对内的警察突然惊恐地 看着男人背后撒腿就跑 一个警察惊恐地看着男人背后 然后撒腿就跑 男人转身一看 一架客机撞断高压线 蜥蜥侧向划过公路上的汽车 然后冲进一旁的空地爆炸 看来预言应验了 男人疯狂地跑过去试图救下几个人 伤亡的数字对不上也许就能打破预言 原来男人无意间发现 50年前的时间胶囊里 有一张能预言灾难的纸条 里面精确预言了每一场灾难的时间地点和死亡人数 为了阻止预言成功 男人在火里疯狂救人 经过几小时的努力后 男人回到了家 但他绝望地发现新闻里报道的人数还是81人 丝毫没有因为自己救人而减少 看到新闻的同事也赶了过来 虽然有些难以置信 但事实摆在眼前 他终于相信了男人的话 紧接着男人告诉他 数字预言的灾难里 还有两个没有发生 同事劝他别管这些事 但男人不肯 第二天就开车找到了当年那个女孩女儿的住处 一路跟着两人到了博物馆 先怂有儿子去勾搭他女儿 然后自己趁机撩上了女儿 两人一见如故聊得很开心 但当男人进入正题 问他母亲是否有预言能力时 女人突然变脸 带上女儿就要走 男人赶紧拦住 告诉他明天纽约就有一场灾难 会有170人遇难 但女人根本不信 扭头就走 晚上 男人在新闻里听到明天纽约会有恐怖活动 但不知道具体地点 他意识到这就是预言里明天的灾难 于是他把经纬度输入电脑 查到位置后打电话报了警 第二天男人来到预言地点 看到人山人海 昨晚的电话应该没有得到重视 男人左右寻找可疑人员 突然一个黑衣男子引起了他的注意 男人拨开人群就追 两人的举动吸引来了警察 最终在一列地铁上拦住了黑衣男子 男子转身投降 掉下来几张光碟 原来他只是个小偷 然而就在这时 地铁轨道突然崩 一列飞驰的列车瞬间脱轨 朝着站台冲了过来 所有人都慌了 赶紧下车逃跑 但列车直接冲上站台 死伤惨重 最终死亡人数170人 男人还是没能阻止预言发生 晚上回到家 发现女人已经等在了自己门口 原来女人看到新闻 相信了男人的话 她告诉男人 她妈妈很早就告诉她 她会在明天死亡 之前她是不信的 认为母亲疯了 但现在信了 为了找到解救办法 女人拿出预言数字查看 却发现预言结尾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女人带着男人来到 她母亲的老房子寻找线索 发现她母亲房间里 贴满了很多灾难的报道 里面的一幅画 吸引了男人的注意 画的是一个神在太阳前面 把预言卷轴交给人类 然后又在床板下 发现了更惊人的秘密 只见床板下面刻着 所有人都不例外 原来两个意识 指所有人所有东西 看来这最后一场灾难 就是世界末日 这张写于50年前的 灾难预言全都映样了 下一个预言 就是所有人都会死亡的世界末日 而末日时间就在明天 但目前丝毫没有末日的征兆 小女孩涂上色的太阳 给了男人启示 原来她一早就发现 太阳活动有异常 果然回到天文台一查 就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将是一次超级太阳药般爆发 会直接摧毁地球臭氧层 杀死所有有机体 经过科学论证的世界末日 由不得大家不信 很快电视上就播报了末日的消息 女人提出去地下工程躲避 男人知道辐射会直达地下一千米 任何地下工程都无济于事 但为了给他们希望 他并没有说出来 等他们收拾东西时 男人默默回到房间 看起了一家三口的照片 就在这时 屋外来了个神秘男人 他要两个小孩跟他走 男人发现情况拿着枪就追了过去 但神秘男人张开嘴亮出 一道白光就瞬间消失了 男人也无暇管这些 准备带着几人离开 但却发现儿子趴在桌子上奋笔疾书 叫他也没反应 男人拿掉纸张他就在桌子上写 拿掉笔他就用指甲扣 好在终于把儿子喊醒 男孩却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看着桌上的痕迹 男人猛然想到 当年写预言的女孩 由于没写完最后的坐标 就被收走了纸张 也在学校地下室门上 抓出了几个数字 也许那就是逃脱末日的关键 于是驱车来到学校 找到了那扇门 但已经被重新喷了漆 男人只能带着门到自己家处理 但女人等不及了 开车带上两个孩子先走了 男人终于刮开油漆 看到了数字 输入度娘后出来一个位置 发现正是女人母亲的老房子 男人刚想告诉他们 转头却发现人早已不在 于是赶紧开车去追 另一边 女人在加油站加油时 车子突然被两个神秘男人开走 女人随便抢了一辆车就追了上去 但不幸的是被一辆大货车撞翻 死亡时间刚好十二点整 男人只能独自开车来到坐标地点 看到一道车折硬通向草红深处 男人毫不犹豫顺着痕迹走 果然不久后就看到了女人的车 但车门大开里面一个人没有 男人拿着枪下车寻找 看到一个神秘人一动不动地看着他 男人用枪指着神秘人逼问他孩子在哪 但这时小男孩却出现了 男孩告诉父亲 这些人是来接他们的 男人一脸疑惑地看着几个神秘人 就在这时 天空突然出现一道亮光 一个神秘的外星宇宙飞船缓缓下降 男人背着科幻的一目睛的跪倒在地 男孩告诉父亲 他们是被选中延续人类文明的火种 现在就要离开 但只有被选中的人才能上飞船 男人顿时明白 不断哀求神秘人带他离开 但神秘人转身就走 男人也释然了 接受了结果 自己的生死无所谓 只要儿子活着就行 男人把一家三口的照片挂在了他脖子上 跟他相拥告别 紧接着神秘人就光化 领着孩子上了飞船 同时地上又冒出了许许多多同样的飞船 飞向了宇宙深处 男人在最后的时光回到家人身边 一家人深情地拥抱在一起 窗外热浪来袭 整个城市瞬间被火海淹没 海水不断被蒸发 曾经那颗蔚蓝的星球永远消失 在灾难面前 人类显得如此无力 我们并不能阻止什么 只能在有限的时光好好把握光阴 即使灾难来临 也不愧对自己 好了 本期解说到此结束 我是蜜瓜 下期更精彩